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Ali 我很喜歡裝潢 雖然呢監工跟討論很累 但是呢看到完成品的時候呢 真的還是會覺得滿有成就感的 而影響我裝潢理念最大的其中一個人呢 就是邱伯舟設計師 而今天艾莉蘇丹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的這一本好書 就是呢他在兩年前出版的這一本很實用的書 你還在花大錢做用不到的裝潢嗎 插播一下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我們這個頻道呢 我會在這裡分享房地產的知識跟經驗 以及呢工作跟生活中怎麼樣開源接流 打造想要的生活 如果你也喜歡這樣的主題呢 歡迎來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影片的通知喔 我們剛說的這一本書呢 你還在花大錢做用不到的裝潢嗎 看到這個書名呢你可能想說 他應該是一本教大家怎麼樣省錢做裝潢的書吧 其實呢重點真的不是在於省錢 重點呢是要怎麼樣讓你的裝潢好用 這本書裡面呢他把低效的裝潢分成了四個部分 包含低效能的風格設計 還有低效能的收納裝潢 還有呢收納軟裝以及呢低效能的裝修工法 我們剛說呢重點在於怎麼樣讓我們的裝潢好用 那到底什麼是好用的裝潢呢 其實呢很多人想到室內設計或想到裝潢 第一個想到的呢都是風格 所以為了要符合風格呢 就會做了很多無味的裝潢 例如呢做了很多的間接照明或是很多的線板 結果實際上住進去之後呢發現有點難清潔 或是呢你看很多設計雜誌的照片 他們的客廳的電視牆看起來真的很漂亮很簡潔 但是呢如果你的東西沒有那麼精簡 實際上住進去之後呢可能就會發現收納真的遠遠不夠 所以這樣的裝潢呢就算再漂亮 對你來說呢也不實用 所以邱伯說設計師呢他認為與其先決定風格 還不如呢先決定你的動線跟機能 然後呢我們再來透過像燈光 顏色 還有像家具家電 還有布置這些軟裝呢 來創造我們的風格 而且呢像動線跟機能的需求其實呢是因人而異的 舉例來說很多人想到要擠房擠聽的時候呢 都會想說要不要有一間獨立的書房 可是邱伯說設計師呢不是這麼認為 因為呢需不需要有一間獨立的書房 其實呢每個家庭的需求是不一樣的 這個呢我深有同感 像我們家在還沒有生小孩之前 其實呢我們就不喜歡在房間裡面讀書或工作 我們很喜歡開放的空間 然後呢很大張的桌子 然後兩個人呢並排一起工作 所以第一個家呢我們就有一個開放式的書桌 第二個家呢最適合的就是餐桌了 所以我們買了兩張餐桌並在一起 每張餐桌呢就是140公分長 兩個家起來呢就是280公分 當我們的餐桌兼工作桌 後面呢就擺櫃子 當我們的書櫃兼收納櫃 吃飯的時候呢它就是餐桌 工作的時候呢它就變成很大張的書桌 我們用的很喜歡而且呢很習慣 現在有了小孩之後 而且呢小孩的精力越越旺盛 在小孩玩的時候呢 我們就喜歡空間越寬敞 越沒有障礙物越好 可是呢我們又喜歡大桌面怎麼辦呢 所以現在呢我們就用兩張很大的摺疊桌 來當我們的餐桌跟工作桌 因為我們家最常帶的空間就是客餐廳 所以這樣的方式呢最適合我們家 旁邊呢有收納櫃 可以放我們的文具還有文件 然後書櫃呢就可以放在房間裡面 所以如果給我們一間獨立的書房 對我們來說呢反而是低效的裝潢 另外呢書裡面有提到 很多人呢花錢做了很多的櫃子 可是呢卻沒有符合想要放的東西的規格的需求 例如說呢一本書呢其實差不多就是20公分深 可是呢它卻拿40公分的收納櫃來收納它的書 多佔用了一倍的空間 而且呢又多花錢 這個呢就是低效的裝潢 所以書裡面呢它也有放一個 系統櫃的尺寸一欄表 把一些常用的系統櫃 它建議的深度呢提供給大家 像是書櫃呢建議的尺寸它的深度呢就是26到30公分 鞋櫃呢就是35到40 然後電器櫃呢就是45到50 做的太多跟做的太少都不好用 都是屬於低效的裝潢 還有很多人呢它沒有用系統櫃 而是買現成的衣櫃 結果呢就沒有辦法充分的利用完整的牆面 還有呢從天花板到地板完整的空間 所以呢雖然比較省錢 但是如果它不好用的話呢也是屬於低效的裝潢 另外啊它裡面有寫到說呢 除非你家真的很小而且呢寸土寸金 不然呢有些空間就建議不要再拿來做收納了 像是什麼空間呢 像是天花板 你可能想說哇天花板怎麼做收納啊 這個呢其實我有氣生之痛 我的第一個家呢因為有兩個梁它的距離很近 所以中間的這個天花板呢 我們就想說來做一些收納好了 結果呢我們是真的放了一些東西 但是呢一直到我們搬走了三年以後 才發現呢裡面的東西都還在裡面 就像一個消失的密室一樣 所以呢收納呢也不見得是越多越好 還是呢要順手好用才是真的實用 另外啊書裡面有提到 有很多人認為理所當然一定要做的天花板 其實呢也沒有一定要做喔 像我們曾經裝潢過很多的房子 其實呢我們就沒有做天花板 我們就用軌道燈還有呢局部起木工 幫我們包板來收納一些管線 一樣呢可以讓空間看起來很舒服 還有啊像很多女生夢想的中島 其實呢如果你的廚房的收納已經足夠 就沒有一定非要做中島不可 用大餐桌呢一樣可以很舒服 或者是呢有些人喜歡用泥做氣的浴缸 或者是像壁掛式的馬桶 其實呢都不好維護 像我之前呢有一間新城屋 因為建商他提供的馬桶就是壁掛式的馬桶 可是後來我們造租的時候呢 因為有一些日本的房客 他希望可以有免制馬桶 所以呢我們就請隨店師傅幫我們評估一下 才發現呢其實壁掛的馬桶呢 要改免制馬桶是沒有辦法直接改的有點麻煩 所以呢反而用一般的馬桶會比較方便 我們舉了這麼多低效裝潢的案例 那有哪些是屬於高效裝潢呢 其實書裡面呢就有提到有些錢是千萬不能省的 舉例來說呢像是有些基礎工程 像是泥做水電這些就是不能省的錢 另外啊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 其實呢改變牆面的色彩是最容易創造風格的方式 你會發現呢舒服的牆面的顏色再搭配布置 就可以讓你的家具家電看起來更有質感 邱博說設計師建議呢 可以用藍色或綠色來當你主牆的顏色 因為這兩個顏色呢會創造有收縮後退的這種效果 而且呢可以加一點點黑色來調色 來降低它的明度 它就會變成灰綠或灰藍這種大地的顏色 像這幾年很流行的莫蘭迪其實呢也是同樣的效果 就可以讓空間看起來很有質感 這個也是呢我裝潢過很多的房子 最喜歡的土牆的顏色 我在這本書裡面呢有看到很熟悉的一句話 就是呢裝潢等於裝修加風格 這個呢剛好我在我的第一本書 哪一間會增值的房子裡面也有提到 其實呢我的裝潢裡面呢受到邱博做設計師的影響還蠻大的 還有另外一個呢就是DECO MY PLACE的創辦人Jerry 我聽過他的演講裡面呢也有相似的一句話 所謂的裝修呢就是房子的基礎工程 所以像是泥座水電都是 那風格呢就是透過燈光顏色還有像家具家電跟布置 來打造屬於你的風格 裝潢呢真的很好玩 如果呢你也想要打造自己的家 那麼呢這本書推薦給大家 大家呢也可以搭配我的買一間會增值的房子 一起看也不錯喔 所以總結一下什麼叫做低效裝潢呢 就是難用不好用又花錢的裝潢就是低效裝潢 那相反的什麼是高效裝潢呢 就是好用之外而且呢收納很順手 動線呢也很順暢 機能呢也能滿足你家庭的需求 就是所謂的高效裝潢 如果呢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讚跟訂閱我們下次見拜拜 請多按讚 我們下一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 按讚 我也有一個影片 感谢观看